记者李荣平桃园报道,大甲镇蓝宫妈祖22日回鸾镇蓝宫,桃园市中立朝明宫供奉大甲镇蓝宫正分灵投降天上圣母,历经十天九夜的南巡扰镜进香活动后,23日下午回鸾中立扰镜,妈祖蓝教抵达中立区公所时,吸引信众沿街参拜供奉,墙钻轿角祈求保佑,场面热络。 中立区长吴鸿国下午帅公所团队一鲜花,宿国营家,妈祖蓝教直至晚间返回龙刚庙宇安座驻驾,朝明宫妈祖回鸾绕境队伍镇头颜习民俗传统,有豹马仔,乌龙镇,无师镇镇,南北馆及大仙汪等,沿途信众不分男女老少在街头焚香惨败,见镇蓝宫分灵妈祖神尊, 还纷纷以跪拜或五体投地的方式争抢钻轿角角,祈求妈祖保佑,吴鸿国表示,朝明宫香火定胜,也是大甲镇蓝宫妈祖千点的头香,庙会活动逐年盛大,由他带领公所团队前程参拜后,祈求区正推展顺利,区民都能平安健康。 感谢观看